佛家非常重视因果,善恶之报如影随形,劝人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。 然而,每个人似乎都说自己善良,没做恶事,可有时却灾难重重,痛不欲生。 怎么回事呢?一起来看看。 明朝家境年间,江西有位于公,明都自良辰。 他少年时就博学多才,十八岁种了秀菜,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 按正常命令推算,于公从小就聪明过人,前途无量。 到了壮年时,因家中清贫,他就在私塾教学生。 教书之余,和十几个学生共同结文昌社,按文昌帝君因志文,行善积德,这样做了许多年。 于公壮年时,家中灾祸接种而至。 他曾前后考试七次,屡考不中,名落孙山,生了五个儿子,四个阴病夭折。 第三个儿子很聪明,左脚底下长有两颗痣。 夫妻对这个儿子疼爱有加。 可惜,这个儿子八岁时,在外面玩耍而失种,从此不知去向。 生四个女儿,也只剩下一个。 于公几十年来一直不得知,家境越来越困难,前途渺茫。 经过这么多挫折,于公青年时对人生美好的憧憬完全破灭了。 他自己反省,我是个读书人,有聪明才智,又一直行善积德,并没有多大的过失。 为何老天对我这样严厉的惩罚,天理何在呀? 年过四十之后,每年腊月三十,祭造神时,他都亲自写一篇书文,祷告造神。 求他向天地传递,这样做了几年也毫无感应。 到四十七岁时,大年三十,这位不得知的家庭格外冷静。 按传统,就立除夕家家户户过大年,充满节日喜倾的气氛。 然而,于公家中冷冷清清。 他与妻子和一个病女儿,在昏暗的屋子里无言相对。 看到别人家团圆美满,而自己家这样凄凉,不免触景生情,心中十分忧伤。 一家三口正在感伤之时,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。 于公拿着蜡烛去开门,看见来人身穿黑衣,顶结方巾,须发半苍白。 此人作音后坐了下来,说,我姓张,从远道而来。 因为听到你家中有哀叹声,而特地前来安慰。 于公觉得此人气质不凡,就对他格外恭敬,两人便交谈起来。 于公说,我这一生读书,积德行善。 可是,如今不仅功名无成,还落得妻儿不全,生了九个孩子,只剩一个女儿。 妻子也因伤心过度,而眼睛看不见了。 现在,我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。 于公还把每年除夕所写的书文念给张公听。 张公说,你的家事我早就知道了,你的问题是一额太重。 专在外表上求须敏,而且书文之中充满怨天尤人的语气。 对天地多有亵渎,恐怕惩罚还不止于此。 张公这句义恶太重,专物虚名,直接点中于公三十年来人生失败的原因。 于公大吃一惊地说, 我听说,冥冥之中哪怕是丝毫善行,上天也必定记录在案。 我这三十年来发誓行善,对文昌社的规条一直遵守奉行。 难道这一切用一个专物虚名就能全盘否定吗? 张公见他还看不到自己的过失,直接揭露他内心的毛病,针对他的问题一一对证。 张公说,文昌社每个月放生,你只是随大溜看看,跟着别人转。 假如别人不去,你也就不做了。 其实,慈悲心并未由衷发起。 你戒杀也是嘴上说说而已,并没有爱护生命的真实善心。 你家野吃虾蟹之类的动物,难道它们不是生命吗? 它们在钻板上被杀,在油锅里被煎,难道就没有痛苦吗? 你是外放生,内杀生,戒杀的誓言清静吗? 借口过就是借妄语,奇语,两舌,恶口。 就借口过这一条来说,你语言敏捷巧妙,听者往往为你倾倒。 你说话时也自知有伤厚道,但在朋友之间说笑习惯了,随随便便就冷嘲热讽,无法免治。 舌头像刀锋一样刻薄,时时处处处怒鬼神。 你每天所犯的口过记录下来,不知有多少,而你不但不知反省,居然还以厚道自居。 你这是欺骗谁呢?是欺骗上天吗? 你虽无邪淫的事实,却有邪淫之心。 你见到人家的女子貌美,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看,心神荡漾,无法排遣,只不过是没有邪的因缘凑合而已。 你自己反观一下,如果身临其境,美女投怀送暴,你能坐怀不乱吗? 而你竟敢说自己终身没有邪色,这一点能在天地鬼神面前鉴定是非真假吗? 你发誓遵守的规条,尚且做得如此不堪,何况其他规条之外的行为,就更不用说了。 福报来自善心,灾祸由恶心照感。 因此张公又说,这么多的义恶在你的心中已经成性,上天的记录已经有很多,以后对你的惩罚还会质疑严厉,你逃避灾祸都来不及了,什么希求获得福报呢? 于公又惊又怕,全身颤抖,跪在地上流泪说,您既然知道冥冥之中的事,必定是神仙,求您救救我。 张公的一席话犹如霹雳,莽然惊醒了于公,为什么他三十年来一直自欺呢? 就是不懂因果,愚昧无知,以前他根本就不认识人生的道理,不懂因果关系的可怕,自己的义恶那么严重,他觉察不到,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,没有找到自己的病根,一味埋怨上天。 他的无知导致了他三十年凄惨的境遇,但是他是可以改过的人。 张公看他可以教化,就教给他改过的方法,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变。 张公说,你读圣贤书明白道理,也知道要学好,以善为乐。 当你听到劝善之语,内心也很激动,见人行善时,内心也深受国武,也想做好人。 但是你的问题是,事情一过就忘,性根本来就不深,恒心也就不稳固,因此你三十年的善言善行都落于表面,没有一件事真正落到实处。 张公又批评他的恶,你内心充满了各种恶心,此起彼伏,终日摆脱不了,贪心,称心,时时挂在心头。 你的心地如此恶劣,却还责备上天不为你降福,就好像你种了满地荆棘,却还痴痴盼望得到丰收的果实。 天底下会有这种事吗?你从今以后,要好好看着自己的心,凡有贪淫的,不好的念头,见他生起,马上消灭,把心里的恶念消灭得干干净净,一心只想到行善。 张公又接着说,第一,要有忍耐心,第二,要有永远心,如果具足这两种心,再大再难的善法也能圆满。 做善事时,切记不可懒惰,要勤奋努力,不可自欺。 如果能坚持久久做起,日久躬身,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果报,你要好自为之,尽快努力,还可挽回天意。 张公说完,就往于公家的屋里走去。 于公起身跟随,张公走到灶下,忽然不见。 于公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张公是私命的灶神。 当知道来者是灶神后,于公虔诚地烧香磕头,万分地感谢。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,他决定重新做人,他把自己的号改为静意道人,改过自新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很艰难。 他在家中供奉的观音菩萨向前不断地磕头,又虔诚地发誓,今后一定善念真纯,努力精进。 他说每一句话,每做一个行为,每动一个念头,都好像鬼神在一旁监视他,不敢有丝毫自欺和放异。 凡是有利人的事,不管大小,有空没空,别人知道不知道,力量够不够,凡是善法他都欢喜去做,直到做好为止。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,于公记下一个月的所在所言,在造神前写下书文,向造神报告。 这样过了三年,于公彻底改变了自己,满将的义恶变成万善相随,真是不可思议。 三年后的万历二年,于公五十岁,国家举行会事,担任主考官的人是个宰相,叫张居正。 想在同乡中,为孩子选一位品学兼优的老师,这时人们都一致推荐于公。 原先的于公一直穷困潦倒,不得志,现在他竟然被宰相聘请,到京城做老师。 于是,于公带着全家,从江西向下进了京城,做了宰相公子的老师。 一般人会认为是运气好,岂不知,冥冥中以福得力的感召,命运天天都在转变。 张宰相尊敬于公的道德,便替他报名,入了国子鉴。 又过了两年,于公相识重举,第二年又中了晋识。 有一天,于公去见内建阳公,主人叫孩子出来拜见客人。 这些孩子都是阳公从各地找来的养子,为了老年有个依靠。 其中有个16岁的孩子,于公觉得特别面熟,就问,你老家在哪里? 孩子回答,我是姜佑人,记得小时候在外面玩耍时,悟上了别人的凉船,离开了家乡,我还记得姓于。 于公非常至今,就让孩子脱下左脚的鞋子,发现他的左脚底下竟有两颗明显的痣,便激动地喊道,这是我的孩子,大声地喊叫,我的儿啊。 杨公也很震惊,真是天意,怎么会如此巧合? 于是,把孩子还给于公,让他跟于公回家。 这时的于公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,都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,还一路跑回家,喊着夫人的名字。 母子见面痛哭失声,母亲抚摸孩子,欢喜地流下了泪。 于公悲喜交集,从此辞官不作,返团家乡。 于公返乡后,比以前更加行善,他的儿子成家后连生妻子,各个学业出众,孝顺无比,继承书相门敌。 于公亲自写下遇到造神以及亲身改过的事迹,以此殉导子孙,他晚年快乐无忧,健康长寿,一直活到八十八岁。 总之,常见善人得善果,今生福报多。 常见恶人得恶果,今生恶报多。 常见善人得恶果,前世造业多。 常见恶人造恶果,前世积德多。 因果真实不虚,好理不差。 人在做,天在看,举头三尺有神明。 不为人知,为己知。 心中有敬畏,常修忏悔,广作善业。 自然,人生吉祥,逢勋化吉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感谢你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